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州莱克星顿华人协会联合新英格兰华人联盟 美国华人联合会马州分会为乌克兰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捐助 两位亚裔候选人宣布竞选国会议员席位 波士顿高尖美食城开幕 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以来 乌克兰人民的危机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无论是九岁女孩呼吁和平的歌声 或是在边境前线等待的无数妇孺老人男民 在地下室 避难所 地铁站 躲避空难的民众 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普通人 我们痛心疾首 马州莱克星顿镇的一位乌克兰裔的居民 在脸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个刚刚为人母的我 看到那些不得不在防空洞或地铁站出生的孩子 痛心不已 为那些坚守保家卫国的同胞和乌克兰军人而自豪 因此 莱克星顿华人协会 联合新英格兰华人联盟 美国华人联合会马州分会 率先捐款并号召大家 为乌克兰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捐助 来政华协还将进行捐赠匹配 本周四 莱克星顿华人协会 新英格兰华人联盟 美国华人联合会马州分会的共同主席 王华教授与华协部分成员 将募捐来的第一批医疗物资 送到本地乌克兰慈善组织 Sunflower基金会的代表 玛丽纳的居所 作为乌克兰移民和来任居民 他在接受王华教授采访时 分享了他对此次战争的看法 和帮助乌克兰人的感人的故事 在乌克兰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中 波士顿市长吴米表示 他的办公室不仅支持那些在冲突前线的人 也支持生活在波士顿的乌克兰人 在上周末 吴米与市长移民促进办公室主任 优苏菲瓦利主持了一个会议 讨论乌克兰问题和波士顿人 如何支持处于危机中的全球社区 并在上周日参加了一个上千人 支持乌克兰的集会 日前又有两位亚裔参选国会代表的席位 他们分别是竞选加州城县 第45国会选区议员的陈介飞 和罗德岛第二国会选区议员的冯伟杰 陈介飞曾经尝试过国会议员选举 他的履历包括担任过校董事会主席 在海军服过兵役 是一位小企业业主 冯伟杰曾经做过罗德岛克兰斯顿的市长 并两次挑战州长一职 在2002年进入市议会的时候 他也作为罗德岛首位亚裔市政议员 而创造了历史 冯伟杰是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儿子 其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 1969年移民美国 当时冯伟杰的父母在中餐馆工作 几乎全年无休 冯伟杰八岁就开始踩着小板凳洗盘子 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 冯伟杰早早地体会到了 普通民众生活的不易 少年时期所经历的 他对当地的官员的失望 让冯伟杰立志修读法律 他也由此成为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法学院毕业后 冯伟杰进入政府部门做法律工作 2006年在美国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 他和他的父母居住的克兰斯顿市 因长年的管理不善 负债累累 濒临破产 父母的中餐厅也受到了影响 冯伟杰决决定站出来领导克兰斯顿市 参选了市长 第一次以微弱之差落选 2012年终于挑战成功 顺利当选 上任后的冯伟杰锐意革新 将克兰斯顿市从破产边缘挽回 并且发展的蒸蒸日上 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安全繁荣的城市 在任期内 克兰斯顿市年年财政平衡 学区评分等级上升 市政建设投入增大 成为罗德岛发展最快的城市 冯伟杰因此连任四届市长 政绩突出 2014年 2018年 冯伟杰曾两次竞选州长为国 其中2014年仅以4%的微弱优势实力 但积累了丰富的竞选经验 此次初来竞选国会议员 蓄势待发 如获当选 将成为美国东岸第一位华裔共和党国会议员 3月2号 波士顿市中心有20家新餐厅正式开业 他们位于新的高阶美食城 距离Downtown Crossing地铁站 及中国城不到一英里 新的美食城位于波士顿金融区High Street 100号 市内面积达2万平方英尺 美食城内有日食料理 美食汉堡 越南米粉 海鲜餐吧等20家风格各异的餐饮品 还有宽敞明亮的公共用餐区 高阶美食城本来应在2020年3月底开张迎客 却遭到疫情打击而不得不拖延了两年 当天上午 波士顿市长吴米 议长 费连等官员 以及20家餐厅的老板 共同为美食城剪彩 市长吴米说 高阶美食城有着波士顿顶尖的厨师 还有一些少数族裔和女老板拥有的餐厅 象征着波士顿的多样化 吴米说 当我们今天的高阶美食城剪彩的时候 让我们继续秉承这样的精神 迎接我们社区的每个人来市中心 把市中心的活力带给社区的每个人 市议员费连说 这家美食城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他的夫人就在这里工作 也许大家来喝咖啡的时候会见到他 富士餐厅老板梁战士对现场媒体说 餐厅行业的我们满怀希望 我们恢复的还不错 以上是这次波士顿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我们下期见